你好,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奇迹男孩》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22万字 我会用大约20分钟的时间来为你讲解书中的精髓 一个患有恶劣,也就是面部畸形的小男孩奥古斯特 是如何面对突如其来的学校生活,并逐渐收获友情和掌声的 本书作者RG·帕拉西奥毕业于帕森设计学院 主修插画专业,从事的也是平面设计类工作 他年轻时的梦想就是成为像写出小王子的圣爱克·苏佩里 这样的童书作家和插画家 《奇迹男孩》是帕拉西奥的处女作 一经出版,便连续超过120周蝉联纽约时报童书排行榜榜首 收获了美国国家亲子出版奖金奖、马克吐温奖等众多赞叙 同时,电影《奇迹男孩》也于2018年1月19号在全国上映 感动了无数的父母和孩子 其实,作者在写这本书的灵感来源于他的一次亲身经历 有一次,帕拉西奥和他的孩子们在买冰激凌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脸部有曲线的小女孩 三岁的儿子看到女孩后立刻哭了起来 为了避免孩子的哭声啊,伤害到小女孩及其家人 帕拉西奥带着孩子匆忙地离开了 离开的时候呢,他听到小女孩的母亲冷静友好的说 好了孩子们,我们该走了哦 之后呢,帕拉西奥觉得自己的行为很不妥 他不应该立即走开 而是应该和女孩及其妈妈友好的谈上两句 除了自责,他也开始思考 这个女孩以及家人每天要经历多少这样的眼神 恐慌与逃离 就在那天晚上,他听到收音机中播放的 纳塔利·莫森特的歌曲《奇迹》 随即那就开始动笔 写下了这部温情而美好的奇迹男孩 这本书共有八个章节 其中三章是以奥古斯特的视角展开叙述的 剩下五章分别是从奥古斯特的朋友萨莫尔杰克 奥古斯特的姐姐维亚 姐姐的男朋友贾斯丁 以及姐姐的朋友米兰达的视角展开叙述的 这种副调式的叙述方式 让一件事情由不同的人来讲述 能够让我们从不同的视角来看待奥古斯特 同时呢,窥探到叙事者内心的真实情感 这样一来,奥古斯特的形象就变得更加立体 生动起来 好了,了解了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 那么下面呢,我们就来详细地为你讲述书中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奥古斯特是怎样逐渐适应学校生活的 第二个重点呢,是奥古斯特和杰克的友谊是如何破裂又重新重建的 第三个重点呢,是奥古斯特的姐姐对奥古斯特的态度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第四个重点,是一年的学校生活,奥古斯特最终收获了什么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奥古斯特是怎样逐渐适应学校生活的 奥古斯特是一个普通又不普通的十岁小男孩 在内心的深处,觉得自己不普通通和其他的孩子没什么两样 他们都吃冰激凌,都骑自行车 他也知道自己是不普通的 因为生下来就面不畸形 经常会把别的孩子吓到大呼乱叫,四处逃开 奥古斯特最大的愿望就是有一张普普通通的脸 这样啊,别人就不会注意到他 因此,奥古斯特都十岁了,还没有上过学 妈妈是个童书画家,在家里教他学习 从姐姐维亚的视角来看 奥古斯特的眼睛比正常位置低了 几乎掉到脸中间 上眼皮搭了着,好像要快睡着了 有的人认为他是烧伤的 因为他的容貌看起来好像是融化了 形同锤类的蜡烛 奥古斯特生下来的时候 医生认为他根本不可能存活 到现在一共做了大大小小27次手术 足见奥古斯特顽强的生命力 小的时候他只能靠导管喂食 直到现在呢,妈妈也需要把苹果和葡萄切碎后 他才能吃下去 不过他的听力在渐渐恢复 身体也强壮了许多 所以奥古斯特被视为一个奇迹 奥古斯特呢,也已经习惯了自己的样子 他知道,人们初次看到他的时候 都会露出惊讶恐惧可怕的表情 为了避免尴尬 他总是装作没有看见人们 也不去东张西望 和奥古特走在大街上的爸爸妈妈也是如此 唯有姐姐维亚不是这样 如果他看到人们做出无理的举动 就会恼火 当妈妈和爸爸提出上学的事情时 一想到学校里每个人都会盯着自己看 奥古斯特是哭着拒绝的 妈妈向他解释 他们挑选的学校规模不大 而且呢 奥古斯特上的是初中第一年 他就不是唯一的新生 不管奥古斯特是否决定去学校 至少先见一下校长图什曼先生 开学的前几周 妈妈带着奥古斯特来到了学校 校长图什曼先生和哀可亲 并且邀请了熟悉这里的三位同学 带领奥古斯特去学校参观 在杰克、朱利安和夏洛特的带领下 奥古斯特参观了学校的科学实验室 电脑房、图书馆以及演出中心 期间呢 盛气凌人的朱利安 故意问起了奥古斯特的脸 杰克和夏洛特 及时制止了朱利安的无理询问 尤其是杰克 友好的维护了奥古斯特的自尊 最终 奥古斯特决定去学校 开学的第一天是奥古斯特最为紧张的时刻 幸好提前熟悉了学校和自己的班级教室 注意到有同学盯着他看 奥古斯特就直管走路 假装没看到他们 奥古斯特选了一个中间靠后的位置坐了下来 期间呢 同学陆陆续续地进来 却一直没有人选择挨着他坐 直到最后 杰克进来了 坐到了他的旁边 在课堂上 老师给予了他最多的微笑和鼓励 最尴尬的呀 要数午餐的时候了 来到餐厅之后 不用抬头 奥古斯特都能感觉到 有无数双眼睛向自己射来 他环视了一周 想要看看杰克坐在哪里 却没有找到他 奥古斯特找了一个位置坐下 这个时候 一个叫萨莫尔的女孩 坐在了餐桌旁边 以后的日子里 总是他们两个坐在一起吃午饭 在以萨莫尔口吻的叙述中 他之所以坐过来 是因为当时同桌所有的女生 都在低声议论奥古斯特 他觉得这样很对不起奥古斯特 后来他们坐在一起 是因为他觉得奥古斯特很有趣 奥古斯特的妈妈 习惯用从一到十的等级 来问他对一件事情的感受 这个办法 是从他做下巴手术开始的 那个时候他不能说话 嘴巴上缝了针 就用一表示一点疼 十表示疼得不得了了 放学的时候 奥古斯特给妈妈的回答是五 这比父母预期情况要好得很多 晚上奥古斯特终于忍不住地哭了起来 他问妈妈 为什么我必须长得难看 妈妈话语温柔地否定了他的评价 轻便了他的脸 不管怎么样 奥古斯特的学校生活 总算是开始了 对于奥古斯特的脸 学生也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 刚开始呢 在学校的情况是最糟的 为了避免碰见奥古斯特 一些同学会故意兜一个大圈子 奥古斯特呢 也会常常在储物柜前 图书馆里 吓到一个某一个毫无心理准备的学生 奥古斯特理解他们的感受 知道他们并无恶意 大概过了一周 全班同学习惯了奥古斯特的脸 两个星期之后呢 初一年级同学适应了他的脸 一个月之后 全校学生慢慢接受了他的脸 虽然习惯了奥古斯特的脸 但是依旧没有人愿意碰他 在一次舞蹈课上 一个女生就不愿意和他一起跳舞 这段时间里 奥古斯特和杰克每堂课都坐在一起 也一起结伴去上课 奥古斯特把杰克当作是最好的朋友 10月10号是奥古斯特的生日 奥古斯特的妈妈 准备在家里开一个小派对 奥古斯特不想让任何一个同学受到冷落 邀请了班里的每一个学生 还加上和他常常坐在一起 吃午餐的萨莫尔 结果只有五个同学来了 虽然期待中的派对变小了 奥古斯特依旧很开心 好 以上就是第一个重点内容 奥古斯特逐渐适应了学校生活 全校学生逐渐适应了奥古斯特的存在 但是大家仍没有真正接受这个面不异常的孩子 对他保持着应有的疏离 只有杰克和萨莫尔除外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二个重点内容 奥古斯特和杰克的友谊是如何破裂又如何重建的 对于奥古斯特来说 万圣节是最棒的节日 他希望每一天都是万圣节 因为这一天他可以穿上奇装一服 戴上面具 没有人认识他 他就像个普通人一样 小时候呢 奥古斯特有一个宇航员头盔 那是姐姐的一个好朋友米兰达送给他的 无论走到哪 奥古斯特都带着他 七岁的时候 头盔突然找不到了 从此他也就不带了 为了迎接万圣节的到来 妈妈花费了两个星期 给奥古斯特做了道具服 但是在知道给他起僵尸小子外号的朱利安 要扮演的角色和自己基本一样后 奥古斯特索性换上了去年穿的 骷髅幽灵衣 那是一件黑色长袍和一个白色面具 奥古斯特开心的来到学校 这一天他不再害怕被人看见 可以昂首挺胸 东张西望 来到教室后呢 他看到了朱利安他们 并大胆的凑了过去 一个扮演成木乃伊的人说 如果他长成奥古斯特的样子 就会自杀 然后另一个人问 那你为什么要整天跟他待在一起呢 那个木乃伊说 是校长开学时 要求他一直跟奥古斯特待在一起的 奥古斯特一听就知道是杰克 感觉遭到了背叛和失去友情的他 哭着从教室里走了出去 并决定再也不去上学了 其实杰克的行为也很容易理解 人们都害怕被孤立 奥古斯特在学校里就属于那种被很多人所孤立和隔离的学生 选择和他做朋友就要承受一些群体所排斥的结果 杰克不想被群体排斥 所以他才会附和朱利安他们的话语 说奥古斯特的坏话 其实杰克根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说出这样的蠢话 在心里呢 他还是很想和奥古斯特做朋友的 他觉得奥古斯特很酷 幽默又聪明 有一次他让杰克抄他的家庭作业 结果被老师发现了 奥古斯特撒谎说 是因为他们在一起做假定作业的 万圣节那天 奥古斯特把不想上学的原因告诉了姐姐维亚 第二天 他依然以肚子疼为借口不去上学 姐姐告诉他 如果你想被正常对待 就去乖乖上学 不然爸爸妈妈会去找校长 让杰克给你道歉 然后大家就会像对待一个上学有特殊需求的孩子一样对待你 不想被当做特殊孩子的奥古斯特 继续回到了学校 午餐的时候 萨姆尔邀请奥古斯特放学后去他家做手工 奥古斯特却以为萨姆尔和杰克一样都是被校长要求的 就告诉他不用刻意和自己做朋友 听到这话的萨姆尔本想多生一会儿气 听到奥古斯特讲述原由后 也就不再生气了 并且答应不告诉别人 一天 杰克找到萨姆尔想弄清楚奥古斯特不再搭理他的原因 萨姆尔给他暗示 骷髅幽灵一 不过他一直没有弄明白 最后一个雪橇引发了杰克和朱利安他们的角力 杰克的家庭条件一般 爸爸是老师 妈妈是社工 住的是租的房子 他和弟弟只有一个房间 家里没有狗 电脑是很旧的代儿 而朱利安是公认的富二代 他的朋友也大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 一次聊天的时候 一个朋友说 他爸爸给他买了一支顶级雪橇 不过他觉得骷髅山没意思 就把雪橇扔在了那里 一伙人嘲笑肯定是被哪个流乱汉拿走了 杰克以去拿本书为由离开了他们 因为这雪橇啊 就是被他发现的 他曾兴奋地修好了雪橇 和弟弟开心地玩了一整个下午 杰克学习不好 尤其是科学课 跟奥古斯特要好的时候 杰克还可以抄他的笔记 而现在一上科学课 他就头疼 老师提出每人都要选择科学课实验项目后 杰克突然想到了嘴巴张得很大 失声尖叫的画面 这时他想起了骷髅幽灵衣 明白了奥古斯特为什么不再理他的原因 老师安排奥古斯特和杰克一组做科学课 朱利安凑到杰克身边 自作主张请求老师把杰克的搭档换作自己 并辱骂奥古斯特是怪胎 杰克及时反驳了这样的请求 气氛之下的朱利安一拳打掉了他的一颗乳牙 事情告到了校长那里 杰克不想让校长知道 他在背后说奥古斯特的坏话 就没有给予应有的解释 刚好一周后学校就要放寒假了 校长决定 杰克停课等到寒假结束后再返校 如果愿意 可以写信告诉校长原因 并给朱利安道歉 寒假期间 杰克写信向朱利安道歉 并写信请求奥古斯特的原谅 奥古斯特接受了杰克的请求 他们终于成了朋友 好 以上就是第二个重点内容 奥古斯特和杰克的友谊 从破裂又走向重建 万圣节的坏话让奥古斯特伤心不已 而杰克最终明白 他喜欢和奥古斯特做朋友 并最终获得了奥古斯特的谅解 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看第三个重点内容 奥古斯特的姐姐维亚 对她的态度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从奥古斯特生下来以来 她就注定是家庭的中心 用姐姐维亚的话说 奥古斯特是太阳 爸爸妈妈和她 就像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行星 爸爸妈妈把大部分精力 都集中在了奥古斯特身上 带着她辗转于医院 和各种治疗方案之间 家里的人都根据她的心情 需要来改变计划或者中断谈话 维亚则成为了世界上 最懂事的小女孩 她习惯了不去抱怨 不为一些小事去打扰爸爸妈妈 与奥古斯特所经历的痛苦比起来 她自己所遭受的困苦坎坷 根本不值得一提 有一次 维亚口渴半夜起来喝水 看见妈妈在奥古斯特门外 她想 有多少个夜晚 妈妈都会站在门外守护弟弟 那她有没有站在自己的门外看过呢 即将要上高中的 这个备受忽视的姐姐 也开始想要摆脱弟弟的束缚 自从上小学开始 很多人都知道 维亚是奥古斯特的姐姐 爸爸和妈妈 带着她一起参加维亚学校的音乐会 以及表演活动 马上就要上高一了 维亚觉得最好的事情 就是没有人认识自己了 除了米兰达和艾拉 他们三个考到了同一个学校 米兰达是她最好的朋友 从一年级 他们就认识 米兰达对奥古斯特也很好 那个宇航员头盔 就是她送给奥古斯特的 后来她还一直把奥古斯特的照片 放在自己的钱夹里 往常啊 只要米兰达从夏令营回来 很早就打电话给维亚 这一次 却没有接到她的电话 直到开学第一天 维亚才见到了米兰达 她穿衣打扮变了 剪了可爱的拨拨头 染成了亮粉色 他们之间的谈话呢 也不再是以前的气氛 维亚和米兰达渐渐疏远了 维亚在学校认识了一个叫 贾斯丁的沉默的男孩 并对她一见钟情 直到第三次约会 维亚才告诉她奥古斯特的事 贾斯丁见到了奥古斯特和她的爸爸妈妈 维亚一家幸福和谐的气氛 让贾斯丁非常的向往 而她四岁的时候 爸爸妈妈就离婚了 他们对彼此怀着深沉的仇恨 在长大过程当中 她每周一半的时间在爸爸那 一半的时间在妈妈那度过 父母希望她快速长大 尽早摆脱这个累赘 根本不会关心她到底想要什么 有什么样的梦想和喜好 维亚和贾斯丁的学校 将要上演一部 我们的小镇的戏剧 贾斯丁和米兰达被选为主角 维亚则成为了米兰达的替补演员 维亚没有告诉父母演出的事情 她不想让父母带着奥古斯特 一起来学校 另一方面 她觉得自己失去了友情 春假过后几天 妈妈发现维亚学校 将要上演戏剧的消息后 非常的生气 后来维亚给他们带来了演出的票 演出当天 奥古斯特第一次来到姐姐的学校 让人惊讶的是 维亚代替了米兰达出场 她和贾斯丁的表演 获得了无数的掌声 奥古斯特在人群当中见到了米兰达 奥古斯特见到她后 紧紧地抱住了米兰达 原来米兰达的父母 在她初中毕业后就离婚了 父亲很快又结婚了 离婚后的母亲变得疏离而冷漠 从来不与女儿分享她的感受和生活 除假时 她本来想陪着母亲度过离婚难关 母亲却坚持让她去夏令营 所以米兰达很不情愿地去了 在夏令营中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想要逃避自我身份和家庭的她 随意编造了一个自我介绍 说自己的父母在欧洲 还有一个面部畸形的弟弟 夏令营回到家后 米兰达不想让维亚询问她在夏令营的情况和父母的情况 就没有打电话给她 所以也就渐渐地疏远了对方 看到维亚报名参加主角选拔 米兰达也报了名 当时计划要演出的戏剧是《向人》 说的是一个重症畸形人的故事 米兰达以自己的弟弟脸部畸形为有拒绝了 最后才换成了《我们的小镇》这部戏剧 首演的夜晚 米兰达的妈妈爸爸都不能来看演出 妈妈要忙工作 爸爸说她的新婚太太随时可能生产 她的亲人朋友一个都没有来 像贾斯汀尼一样 米兰达也很喜欢维亚和奥古斯特的爸爸妈妈 他们热情好客 十分友好 当她看到了奥古斯特一家后 以自己身体不舒服为由 把演出机会让给了维亚 演出结束后 奥古斯特一家带着米兰达一起去吃夜宵 维亚和米兰达也重归于好了 好 以上就是第三部分内容 姐姐维亚很爱奥古斯特 但同时呢 她也想在一个陌生的环境里 摆脱一个面部激情孩子姐姐的身份 维亚的好友米兰达也很喜欢奥古斯特 只是家庭原因让好友之间变得疏远 通过一出戏剧 米兰达和维亚又重归于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第四个重点内容 一年的学校生活 奥古斯特最终收获了什么 寒假里捷克和奥古斯特兵士前嫌成为了好朋友之后 朱利安在家里举办了一个盛大的假日派对 说服所有的男生和捷克和奥古斯特绝交 这是朱利安的抱负 朱利安的妈妈是学校的董事 所以他才能这么的肆无忌惮 寒假归来之后 很多人就不在大理捷克了 午餐时 捷克和奥古斯特·萨姆尔坐在一起 奥古斯特细虐地说 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二月份 朱利安在他们的柜子里塞纸条 辱骂奥古斯特是怪胎 半瘦人 还捉弄过捷克好几次 三月的时候男生都厌倦了 奥古斯特偶然撞到别人 他们不再退缩了 一个女孩在一张丑娃娃信纸上写字时 奥古斯特性虐道 你知道丑娃娃是以我为标准的吗 女孩觉得她太好玩了 送给她一个丑娃娃钥匙扣 奥古斯特带上助听器后 还以为学生们会大惊小怪一番 结果根本就没有 在一次为期三天两夜的走进大自然之旅中 奥古斯特既兴奋又紧张地离开了爸爸妈妈的保护 朱利安没有参加 这让奥古斯特感到如释重负 轻松惬意 不过没有料到的是 她依旧受到了一伙高年级学生的欺凌 捷克以及以前和朱利安一伙的同学都帮助了她 经过这事以后 大家纷纷对奥古斯特投来了关心 在学校的一年快结束了 奥古斯特的成绩非常好 是班级的优等生 上了荣誉榜 在毕业典礼上 校长图什曼先生告诉大家 对待他人 我们永远要比我们应该的更友善一点 奥古斯特因为用自己安静的力量 激励了大部分心灵 而成为学校的模范学生 获得了全校学生的热烈掌声 姐姐和贾斯丁的表演受到掌声时 奥古斯特就觉得 应该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世界上每一个人 一生之中都应该至少获得一次 全场起立鼓掌的机会 这一次他获得了 好 以上就是第四部分内容 经过了一年的学校生活后 奥古斯特最终获得了同学的接纳 并得到了学校的嘉奖 他开始变得有信心 并融入到了学校的生活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所说的要点 首先 我们讲到了 奥古斯特是怎样逐渐适应学校生活的 十岁的奥古斯特 终于鼓起勇气去学校上学 全校学生 也是从刚开始的失声尖叫和刻意躲避 到最后逐渐适应了奥古斯特的存在 其次 我们讲到了奥古斯特和杰克友谊 是如何破裂又如何重建的 因为万圣节时 杰克在背后讲奥古斯特的坏话 奥古斯特不在大理杰克 最终杰克发现自己喜欢和奥古斯特待在一起 并得到了奥古斯特的原料 两人重归于好 再一次呢 我们讲到了奥古斯特的姐姐 对奥古斯特的态度经历了怎样的转变 因为奥古斯特的存在 姐姐维亚在家庭中受到了忽视 上高中后 她希望摆脱自己的身份 但她始终是爱着弟弟的 并且最终和好友米兰达重归于好 最后呢 我们讲到了奥古斯特经历了一年的学校生活 她获得了成长 也赢得了理解 友谊 掌声 和自信 相信每一个人在自己的求学时代里 或是工作生活中 也遇见过那些因为各种各样原因 而显得不那么普通的人 相较而言 故事里的奥古斯特是有一些幸运的 因为她的父母和姐姐 特别包容她 爱她 老师也关心她 她也有着相对优越的家庭条件 奥古斯特可爱的一点是 她具有幽默感 还善于自黑自嘲 也理解他人 并不是恶意地失声尖叫 或是匆匆离开 所以 她的心里也是相对健全的 并没有对命运 或是他人 产生抱怨或仇恨 只愿这个世界像校长图士曼先生说的那样 每个人都更友善一点 更多的奥古斯特们 才能够被接纳和融入这个世界 以上就是本期音频的全部内容 恭喜你 又听完了一本书 想要每天听本书 请搜索微信公众号 探书 探是探索的探 关注探书FM 我们不见不散